记者吴婉婷综合报道,金奖明道詹姆斯卡麦龙坐镇顶军阿凡达制作团队, 打造新作《爱丽塔》,《战斗天使》,电影改编日本人气科幻格斗漫画《冲梦》, 该片光是从前期酝酿,制作准备到正式开拍,便花了近11年的时间。 詹姆斯卡麦龙擅长挑战电影卓越新技术, 以及捕捉科技与人类之间微妙且细腻关系。 在看到《冲梦》的故事原型后,立即为之著迷, 他看见了故事中能够带给全球影迷们, 全新的视觉冲击与感官极致响艳的可能性。 卡麦龙洋洋洒洒的亲笔为《爱丽塔》写下186页的剧本, 以及超过600页的随手笔记, 里面详尽地记录他对主角的性格分析, 所有角色的情感与关系, 甚至包括了故事中天空成绿废铁镇的一切想象等。 而这个格斗故事中同时饱含住人性的情感温度, 和高科技的聪颖能量的复杂机器少女, 让卡麦龙在接下来的数年间, 都不间断地在为了能让他真实登上大荧幕的突破制作而努力, 他粉变了所有好莱坞最顶级的技术团队, 试图解决所有3D和动态捕捉的问题, 希望能够圆满达成在漫画角色却不失真的伟大创举, 而就在推动爱丽塔, 战斗天使计划的同时, 另一项令卡麦龙蠢蠢欲动的制作项目也出现在卡麦龙眼前, 那便是在日后横扫全球近28亿美金的阿凡达。 当卡麦龙渐渐发现, 自己对于阿凡达世界与潘朵拉星球的野心, 极有可能会成为阻碍电影爱丽塔, 战斗天使的推动时, 他与多年战友且同样为阿凡达金匠制作人强烂道便开始驻守寻找适合接受的导演, 这位得到卡麦龙新典的导演, 便是以物业追杀令, 万恶城市鸿遍全美, 打响名号的劳伯罗尼格兹, Robert Rodriguez。 他以强烈狂放补击的个人风格, 极独树一帜且非科班出身的美学, 养出了一票死中的粉丝, 而卡麦龙便是其中一个, 事实上, 看住八年前横扫全球的阿凡达, 在看如今爱丽塔, 战斗天使所释出的预告素材, 都不难发现卡麦龙对电影新领域的野心及期望, 多年以来, 劳伯与我都一直希望能够找一部片一起合作, 当他告诉我, 他愿意亲自指导时, 我无法用言语形容我有多兴奋。 卡麦龙打包票说, 劳伯是我唯一信任且可以托付的导演, 我们非常期待能够一同制作一个再度经验全世界的史诗级科幻剧作。 该片12月20日在台上映, 爱丽塔, 战斗天使改编日本人戏科幻格的漫画冲梦。 福斯提供相关影音, 写曲自YouTube, 如遭一处请见谅。 感谢观看